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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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可不可以有一個手機的電池是不用充電的呢 現在中國宣佈發明了一個民用的電池 大家記住民用這個字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意味什麼呢 意味其實軍用方面其實就已經有了 不過現在就可以轉為民用 但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原子能 小了一個硬幣就五十年不變 我們要逐個逐個拆 這件事什麼叫原子能電池呢? 講這件事之前講過更加要juicy的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的標題中文媒體很喜歡講 中國又成功發明什麼又快過哪個國家這些東西 大家盡量嘗試將這些字眼抹走去慢慢抽絲剝簡地去看 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 這個技術中國有做了一個改良 所以我不會說它是一個發明 如果你說發明啊 就是初步開發成功呢 就在五六年前呢 俄羅斯已經是先發明了 就是同一個的技術出來呢 是俄羅斯先弄出來的 但是中國是建基於這個俄羅斯的發明之上呢 就再將它改良 而且那個效能也有所提升 然後呢 大家不要以後解決所有能源問題呢 就當然是沒那麼容易啦 一定要講到就是這種原子能的電池 它有條件做到很長 但是問題是這次現在做到這麼小的時候呢 它的功率是很低的 低到怎麼樣呢 我稍後慢慢講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想到就是 它的那個未來呢 它的那個應用會有多強 還有就是說真的 其它國家要馬上去做這個技術 也都非常容易 甚至乎就是說這個技術 其實一早就應該要存在到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成本效益是否符合呢 還有就是能夠做到可以多便宜呢 就是多耐用呢 還有那個功率有多高呢 那全部有一個很商業上的考量在這裏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會說中國這次的這個民營公司 能夠將這個東西呢 改良了一些有它的進步貢獻在這裏 那我回答你的問題了 原子能電池 首先就是平時我們用的那些電池 是一些化學能的電池來的 那我們最簡單 譬如你那些叫做Sync Carbon Cell 用新的這種金屬和碳 來去作為一個的陽極和陰極 然後你把那兩個物料放在陰陽極上 它就會造成一個電壓的差距 於是它就會不停地在電路裏面 產生一個電壓的差距 於是它就好像一個崩 將電流去崩動它 於是它就給了電出來 其實這個很依賴 那個金屬 或者應該這麼說 在一個陰極上面的材料 應該這麼說 在陽極上面的材料 它怎麼能夠將它的電子有效地推出來 越活躍的那些元素 是越有能力將那些電子推出來的 所以我們利用到那些元素周期表裏面 不同的那些金屬元素 它那種活躍的程度 其實就意味了它那個 將自己的電子脫出來的能力 就是說它將整個電路裏面 產生一個電壓差的那個能力 就自然就由這個化學的特性那裡 就可以理解得到 那麼傳統上就是 那個電池有多強 還有用了多久 就視乎你有多少的那些活躍的材料在那裡 它用完就會沒有電 產生不到那個電壓差 而且是依賴著這種元素的化學能 所以我會說是一種化學能的電池來的 傳統上 那麼我們有沒有知道其他 也都可以有效產生高能量的電子的一些過程呢 核反應是可以的 那麼譬如Beta衰變 是產生一些高能量的電子的 那個電子就不是由個元素的外圍來的 而是由個元素的核心 原子核那裡來的 那麼這些由原子核給出來的高能量帶電粒子 產生出來的電流 我們將它應用到整成一個電池的技術裡面呢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原子能的電池了 那麼所以它那個壽命限制呢 就完全受制於你那個核反應它的半需期 是有幾長幾短 還有你的物料有幾多 就決定了這個電池的壽命了 那麼如果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核能不是用這個方法去產生電力呢 那麼這裡就很快已經跳到很核心的問題那裡了 我們現在用核能來發電呢 就不是說直接拿到那個Alpha或者Beta衰變的那個粒子 直接就將它變成為在那個電路裡面的電流的嘛 我們是要將它的能量放了出來 它就會加熱周圍的東西 接著很熱 拿個熱能來去煲水 然後再推動那個渦輪線葉來發電的 就是有幾重的能源轉化在那裡的 就是那個核能變成為熱能 而且就是由一件東西的熱能 傳到其他地方的熱能那裡 然後還要經過一個煲水的狀態 將它再推動那個渦輪線葉 由那些這樣的熱能變成了那個 就是那些水 那些蒸氣的機械能 然後才出電能 有幾重的轉化 每一重的轉化都有它的能量散失在那裡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沒有這樣的技術能夠將這個東西直接採用 就是如果你能夠直接是拿到那個核反應裡面 那些粒子的能量呢 那按照計是最快的 最有效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很好的裝置去將這些東西去採集收集下來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不會看到就是 你直接用這個有235 然後就可以產生連鎖反應 直接採用 譬如說還要直接拿去那些高能量 中子的能量來去產生一個電流 我們沒有這樣的物理機制去幫我們去做這件事 所以呢 你那個用核能發電的形式 怎樣去將它發電呢 其實也很受制於你那個核反應產生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還有你在大規模小規模的時候呢 又有不同的限制 那這個已經解釋了 但是現在說是原子能電池 那裡面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它的結構很簡單的 可能台長你這個網頁一邊scroll下去 它都有展示了這個結構出來的 如果這裡沒有可能就要找第二個連結 其實這裡上面那張圖有的 就是現在台長你看這張圖 整個威化餅這樣 很多的甲層 它裡面是用到什麼元素呢 就不是有235或者是不元素那些 它是用到Nickel Nickel63的同位數 就是如果你找回元素周期表上面 Nickel這種元素呢 它就有些同位數的東西 譬如現在這個Nickel63同位數 就是那個核子上比較活躍的一種 就是它的原子核不是太穩定的 它就會Beta衰變的 那用這一種這樣的Nickel63元素 整成薄薄一陣 然後在上下找多兩陣東西夾著它 然後就利用這個媒介 它就收集了這個Nickel63出來的Beta衰變的那些高能量的電子 就直接拿了那個電子 就變成就產生了電流了 那就是那個電流出來是很微弱的 但是它有多持久 就取決於這個Nickel63同位數的那個半需期 就87.7年 那就是說這個電池 萬一你是用了這種Nickel63的元素去做這種電池呢 那它那個經歷了87年呢 它那個功率就會減低了一半 那所以就是說為什麼可以用50年無需充電呢 那根據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我們找到這種材料是可以用很久的 而且我們有辦法就是拿到 就是找到一個方法 是直接把它的高能量電子採集了下來 就直接變成我們整個電路的那個推力 那所以它呢 整個東西就變成一個電池 那這裡要留意了 夾著這些這樣的Nickel63的那兩層是什麼呢 那其實台長你都會看到它有些指示的 它就用到金剛石 就是鑽石 但是這個鑽石呢 是用到薄薄的一層 以納米級數這麼薄的一層鑽石 而且你可以夾很多層下去 就等於一個電路去把它並聯在一起 那於是同一時間就是把 就是好像很多條溪流匯流 變成一條比較大的河 令它可以產生一個更強的電流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如果學過一些很簡單的物理 就是你出來的功率有多少呢 就很視乎你那個電壓是多少 和你給出來的電流那些東西是多少 那現在它給出來的功率很低的 就是叫做100個microwatt 或者轉另一個單位就是0.1mW 那講這些數字可能大家還沒有什麼感覺的 如果你隨手拿起一支Laser pointer 就是你當那些教書上課用這些Laser pointer 那我看回現在我手上這支Laser pointer 那它的功率其實都是 它就說是小過1mW的 就是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現在中國這間公司發明的這個電池仔 如果拿來給我這個Laser pointer用 就對了 它就可以為我這個Laser pointer 就不需要用回這些傳統電池了 如果用它這顆東西 就可以50年不用換電 就可以拿著這支東西教書行走50年 指著那個黑板就可以用這樣 再厲害一點的東西做不做到呢 就你要用多些這樣的電池了 那隨之而來的體積就會增加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一個只是拿來去推動這些Laser pointer的電池 就是很弱的電池來的 那它也都有提到的 就是去到2025年就會將那個功率 嘗試提高多1,000倍 所以如果能夠做到萬一下 同等的體積 但是能夠給到一個Watt這樣的功率 那我就覺得那個應用就更加厲害 所以我相信就是 譬如這一家中國的公司 它一定會將這個材料繼續開發下去 和嘗試去降低它的製作成本 那它洩漏的輻射會有多少 它現在這個功率這麼小的話 那個輻射就很低的 就是你都想像到的 如果是本身裡面那個放射線源高的話 你自然那個輻射越高 是不是? 還有就是說如果漏出來的輻射越多 也都代表著它那個效能越低 那現在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Beta衰變 那Beta衰變相對上 你都有能力做到 只要你在那個電池的外殼裡 包得比較 找一些比較 能夠有效擋住這些電子的 一些這樣的外殼來包裕的話 那基本上可以擋住那個Beta射線 就是做得這些電池 你說如果還要是人可以拿來進來進去 你就不會預算是一些出加碼射線的東西 因為加碼射線是那個穿透力很高 你這個人碰到就會中的了 那現在就稍為安全一些 也都稍為有利於在那個我們日常那個的 直流電的利用 就最好是用Beta衰變 因為它會直接擲電子出來 這件事就比較像我們現在的化學能的電池 都是有一個的化學材料 特別有能力去壓電子出來的 所以我們那些核的射線 Alpha射線我們不是很用得著 雖然它都是帶正電 Beta射線我們用得著 因為它帶負電是電子來的 就跟我們的化學能電池 那個功能上去有個相似的地方 加碼射線那些 我們都很難去把這個加碼射線採集下來 變成為電能的 所以我們也都不會用 另外就是一些出高能量中子的 那些這樣的核反應 我們也都比較難去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把那個能量採集下來的 所以我們會說 如果用這種Nickel 63 純粹是Beta衰變出來的這種材料 除非你整顆撕爛了把它放進口裡 否則呢 只是一個這樣的電池仔 它的洩漏風險 我就不會說很高了 那如果是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擴大少做 將它的功率再擴大一點呢? 是的 將來我們會不會有一個電池巴勒的車道走50年呢? 是的 台長這個問題就好像 就是阿葉文套戲裡面說 阿葉師傅試試進去中路的這些問題 就是你當然是想去做到 就是直接功率提高 然後甚至取代我們現有的電池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老問題就是 它那個成本 和能不能做到能量密度很高 現在就是這樣的 俄羅斯就在2016年已經發明到這種技術 能夠將這些Nickel 63 和這個金剛石 整成一個甲心威化餅 令它能夠做電池 當時俄羅斯做到的那個版本 就是體積比現在你看到中國的這顆 就踏高很多倍 就是可能你當它八、九倍這麼大顆 然後就變成不是一塊薄薄一片 是一塊立方體這麼大的 這個功率還要比起中國現在是小成一千倍 所以我會說這次中國這家公司這個進步 就是有它進步的地方在這裏 它比起五、六、七年前俄羅斯那種技術 就能夠做得更加細 和做到那個功率更加高 但是不要忘記 中間牽涉到的技術就是 你要將更加多的這些甲層做得更加薄 和做得更加多層 令到你出來的那個電流更加強 其實這裏的技術就是那個技術難關所在 每一層的東西都是以納米來去計這麼薄的 所以你每做一層就是一個成本來的 未來你再想要去提高 就是你可以做更加多層 但是那個代價就是 你的製作成本就是直線上升 這樣算上去的 你說如果接下來再加大一千倍 那其實我會覺得也是一個 在材料學上是非常要求高的一件事 還有現在講的就算去到2025年 你再去提升它 它的功率都是做到一顆 就是應該是一個目標是做到一瓦 就是一個瓦特這樣的功率 你可以比較現在我們日常用的那些家用的那些材料 你一個冷氣 你都是以千瓦特來去計算的 就是那些功率 更加不要講到你做電動車那些了 所以你去到那麼大的能量消耗 那麼大的功率的那些電器 暫時這種技術是沒有滿足到這個要求的 好 你解釋得很清楚的了 但是Anyway 這個也是一個挺大的科技上面的突破 那麼它的公司的名字叫貝塔福特 我猜其實這個是英文過來的 Beta Vox 我猜那個原文是 是的 Beta 這個就是因為用到這個Beta射線 來去產生電 那就是Beta Vox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用剛才這次的解釋 你甚至乎理解這家公司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 所以我會說是一個進步來的 但是千萬不要誤解到以為就是 哇 可以用到很大的規模了 然後就是很多東西可以解決了 但是我會說是一些比較微細的電子那些東西 你可以做到 那麼說到這裡 除了我剛才說的這些Laser pointer可以做之外 那些拿來去做攝聽 還有是那些鏡頭錄音 就是拍攝東西和錄聲音那些東西 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就是我們 如果你家裡還會用到CD機的話 那些CD機裡面會用到激光 那它是應付有餘的 那就是它是希望能夠再加大一些的功率 接下來下去就是做運算 甚至乎是那些是無線電的收法都能夠做得到 就可以用一粒電池一放進去就用幾十年 那令到就是換電池不是成為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都牽涉貪科技 但是我們這節的時間比較長 我們留下一節回來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講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真的在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